这个是它的牙齿 如果我早点发现它就好了 如果早点发现它 说不定还能够吃到它的肉 高山流水煮蘑菇 花眼求生已经来到了第65天的麻雀姐 这次终于吃上了一顿和胃口 又加上了一点盐 天啊 它高兴的 简直像一个在家上网课的孩子 一脸的满足 第三套衣服的图纸 已经印在麻雀姐脑海中多时了 下面就是得加快进度感知出来 毕竟还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次挑战就要结束了 一套短裙一套连衣裙 这次麻雀姐打算集全山所有能够掌握的 芭蕉纤维纺线 做出一套长衣长裤出来 这样的话 它的手臂还有大腿就不会露在外面 防止蚊虫定饿的同时 也会更加舒适一点 提芭蕉丝 仿芭蕉线 织芭蕉一 麻雀姐这套全产业流程 算是把芭蕉整得明明白白 就差把芭蕉上了 眼见她的手工做得越来越纯熟 吃了大半天 出来寻山转转 也算是劳逸结合 一路上走走停停 唠唠叨叨 碎碎念的麻雀姐 不然停止了脚步 这是什么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动物的尸体 它的肉已经完全都腐烂了 还剩一个头盖骨 还有一部分皮子 还有一些肋骨错 看这个皮毛的话 应该是野猪 它的毛不长 然后毛质也非常的硬 这个是它的牙齿 如果我早点发现它就好了 如果早点发现它 说不定还能够吃到它的肉 荒娇野外 动物的白骨 吓人的獠牙 孤身一人的麻雀姐 第一反应不是吓得大叫 而是顺手拔下它的牙 还略在遗憾地表示 可惜没吃到它的肉 甚至还拿起它的头骨闻了闻 以判断这头野猪死了多久 用刀调解它的皮毛 看到了这些还没有化干净的脂肪 我也许可以用这个皮子 来做点什么 麻雀姐还把它带了回去 想着再做点啥 再做点啥呀 还想着再做双皮鞋呀 顺路耗了两根洋葱 就回家了 磨个刀 开直播 这架势 怎么有点某阴某保 某手 直播带货的感觉了呢 前两天 整了那几个谷属陷阱 就有了新的收获 麻雀姐勉为欺瞒把它烤了 还想着整点小海鲜 刚下过雨的鱼塘 尝过些小螃蟹出锋 见了麻雀姐 还敢横着走的小螃蟹 不知死活 直接被投卧 临死前 夹了麻雀姐哇哇叫 也算是死得其所 又踩了些牛干菌 打算炖一锅 山蜀洋葱 螃蟹牛干菌 今天的麻雀姐 菜股还是蛮丰盛 这是要干啥 给老树去死皮吗 我削了两个木丁 我把它其中的一端 给它削尖了 然后又用火烤了一下 给它烫的话 这样的话 它就会更硬 一会我往树上面定的时候 就能够定进去了 我先把那个猪皮 定到这棵树上 然后把上面的油脂部分 给它去了 爷 不会真想着做皮鞋吧 油脂 麻雀姐打算把它刮下来 做肥皂 里面时不时冒出的小虫子 出门也不知道 看看黄蜜 碰到麻雀姐 说不定就变成了一段小流石 在古罗马时期 人们会用尿液来做清洁剂 很多船只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因为没有淡水 也会使用尿液来洗衣服 我在考虑是用尿 还是用草木灰水 或者两者都可以试一下 究竟麻雀姐 可以用猪皮做出来肥皂吗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海宝 我们下期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